第69届嘎那电影节也称为坎城影展 从5月11号到22号举行 电影节期间不仅能够看到明导的新作 也是新人 攒露头角的舞台 是世界电影业的庆典 全球的大片都在这里进行买卖 很多热爱电影的华人也抓紧机会 抢看精彩电影 坎城电影节是世界三大影展之一 每年的影展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影迷 就会汇聚在我身后明星枣红地毯的地方 期盼一堵明星的风采 在法国 电影不只是一种商品 更是一种艺术创作 影展期间 人们会穿着晚礼服来看电影 以此表达对电影的尊重 在坎城的话 你看我们大家穿着晚礼服来看电影 就是很麻烦 可是这表示对这个电影跟这个创作的尊重 在这边可以看到全世界最精彩的电影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看到最好的电影 那还有今年我很失望的是说 大家都说现在华语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华语电影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只是从市场来看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不把电影当成是一个艺术创作 只觉得它是一个商业品 就还蛮兴奋的吧 然后蛮开心的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所以就来看一下这样子 然后坎城电影节算是全球最大的几个电影节之一 所以就来观摩一下这样子 朱书诚和邹志远 此次带了各自的短片在电影市场播放 会像是美国好莱坞就是爆炸 然后车什么之类的就是动作片 法国比较就是文艺片比较多 对我对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一些 就是很长见识我觉得 然后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电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怎么说很多人的情感 能够通过电影表达出来 就是很真实地表达出来 我觉得是很直接的一种艺术媒介 很高兴来 我从小就是爱看电影爱做电影 我觉得电影表达就是最奇妙最能灵感 然后呢我们是周二刚到了 所以我们这几天尽量看得越多越好 嘎那电影节每年五月份举办 为期十二天左右 角逐金棕旅奖 期间除影片竞在外 也是世界最大的影片买卖市场 新唐人记者仁静 王彦乔 Michelle 法国 坎城报道